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香港近日發生的事情 一些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能夠想到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到我們面對的問題 我就不是希望只是和大家大肆批評一些事件 政府、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大家大馬一餐,發事一輪,那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羅龍去蜜 最後提出一些比較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即是說,如果我是當事人,我們其實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好了,今晚和我們一起做這位 做節目有金榮妍、王岸妍和George Ho 好了,我們今天想討論的題目 就是最近報紙都討論了很多 就是關於那個失實的美容廣告 我們就說,我們應該監管這些美容廣告呢? 話說民主黨,這件事都是由民主黨開始提出的 近月就接到13宗美容服務的投訴 其中就包括有一位24歲的何小姐 他看到一些講過說,毛痛,永久享受雙眼皮的方法 他就用了1500元去接受一個療程 結果換回來只是痛,整塊臉都腫了 有問題之後,他就問那個美容中心 美容中心說,這個問題是因為眼皮脂肪過口了 他應該用採光幫他燒脂 很有趣,這位何小姐繼續去做 結果他就越做越差 另外有一位學生就用了五萬四千元的付款 就說可以增高 他以為用電擊小腿可以增高起來 但其實13宗美容裏面的投訴 其實主要那個投訴的原因 都會認為是貨不對版 就是你說過做到這樣 結果就根本做不到這個效果 大家要了解他 主要的問題都是說他貨不對版 當然了,坊間有很多的專家 都討論這方面的意見 也都發明這個可能那個嫌疑是行騙 這些東西明明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有沒有什麼任何的資料 或者醫學上的證據 是可以做到這些效果 即是很明顯是一個行騙的行為 但是那個也都有人提出 那個問題就應該在我們那個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那裡去監管 因為其實很多現在這一類的 美容廣告其實層出不窮 那麼他就呼籲衛生署就是要檢討一下 是否應該再來到 將這個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再去去修理一下 那麼也都有人議員提議 那麼他就說 應該是擴大我們那個商品說明條例 那麼監管範圍要擴展到包括服務 現在是主要講過商品而已 那麼就避免有些機構用廣告作實 那個失實來設一個陷阱 來一波一波推銷 那麼其實你看到大家的想法 通常都是有事情發生了 那麼我們怎麼處理呢 那麼我們主力的手法 都一向都是這樣的 就改我們的法例 收緊法例 將法例不斷擴充 那麼也都有消費者委員會 都有人提議 那麼我應該就 將我們的服務合約 是應該有一個叫做退款期 那麼就是冷卻期 那麼大家最近都聽到 中國由香港屢次受到欺騙 那麼他都有人提及 那麼將這個退款期冷靜期 就是加長到半月的時間 那麼在半月之內 他應該就可以有機會 是被人去退款的 那麼當然這件事 也都牽涉到美容界了 那麼美容界的美容業總會主席 葉細鴻 就出來都講一下這個問題 那麼他都覺得 他們美容界是怎樣做這個 就是幫助解決這個問題呢 他就搞了個網站叫做大解構這個環節 那麼就解答市民的查詢的 那麼就這個美容界是 就是開始就在這裏 就做多些這方面的教育節目 那麼讓些人是減少些人受騙的 好了 我們怎麼看這件事呢 那麼我自己呢 就是 就是 我剛剛的女兒就在加拿大過來探 那麼 他是 就是 在我國長大了 那麼 那麼 他 就 來了幾天之後 他覺得 嗯 就是 他是遊客 我是懂中文的 他不懂中文 那麼他呢 就 有很大的強烈的 感覺就是 很多地方都是想騙他 嗯 很多地方都是想騙他 因為他不懂中文的 總之他是 作為一個遊客的地方 就是他很強烈的感覺就是 嘩 周圍都是想騙我 那個感覺 就是當他條水魚 是啊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大社會風氣裡面 就是 剛才你說的那些 就是 怎麼用 種種方法 去 就是 拿那些人的 那些錢 因為你想靚 你想靚 那時候 很多人就很肯出錢 去 買那個 自己的心頭 的 那這些呢 就是 最容易被人欺騙的 所謂的 所謂的 就是他 行百貨公司 你 你 化妝品 那些 那些 他作為銷售 那些 他當然是問著你了 那當然是說 啊 你又擦這又擦那樣 那樣 因為 在外國 在香港 比較的時候 那個感覺很強烈 George的女兒 George的太太是日本人 所以她的女兒 是有些日本人的樣子 那你想想 你馬上可以想像到 一個日本的少女 不懂得說 不懂中文 其實她懂得說 不懂 她不懂得說 好似人家當作日本遊客 那她最近遇到什麼呢 她又有種感覺 總之她說 Daddy all kinds of people trying to take my money 這樣大意 OK 就是 那種感覺很強烈 在日本就沒有的 我們那時候去日本一個星期 就沒有這種感覺 當然 日本的人都不銷售東西 因為我們以前都沒有這麼多周街銷售 周圍找你消費 那些人上門敲門 就是賣那樣賣那樣 現在多做很多 上門敲門 那你銷售寬頻 我遇過了 是在家裡的 還有一個經驗 不是上門 應該是上門的 我還有一個經驗就是 行工展會 第一次 幾十年 以前很多了 現在第一次行工展會 就真的發覺 差不多都是要 好像想騙人一樣 那工展會是想買東西的 那些東西是騙人的 我告訴你 他一個例 他一個例 騙人的東西多 差不多都是 工展會 我講兩個例 一個就是 納米的水 可以馬上幫你降去壓 納米水杯 不是 那些水 他塗水在那些手 那些月位 就馬上幫你降去壓 另外一個 就說 他把燈 照在鼻波 那些毛細血管裡面 可以幫你降膽固順 照15分鐘 就不知什麼 他又幫我做過 Live Blood Analysis 之前 之前 做Live Blood Analysis 但我問他 那個血糖怎樣 他又沒有結果 說不出 因為他聽我 知道我是 識野之人 那時候 燈 那些燈 照鼻波 15分鐘 有多少血流過 可以降膽固順 我看完 他知道我懂得 他又沒有繼續 這樣說下去 我發覺 比較以前 那個 騙人的風氣 真的增加得很厲害 我們幾十年前 誰有這麼多 不懂 不懂這麼多東西 騙人 現在 發覺那個風氣 真的增加得很厲害 美容那些 最容易騙 女人探靚 男人探靚 美容也是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工業 外國都有 打針打死人 最近 加州 有一個 有牌的 有牌的美容師 但是 他用的那些藥 是假藥 打了下去 那些 打了 不知道什麼 他 claim是一種 可以用的藥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打了下去 走到血管裡 塞住 那些 走到血管裡 塞住心臟 那個病人死了 這樣告他 都鎖了十幾年牢 不用填命 所以 我 相信 不知為什麼 可能全世界都是這樣 香港 可能 風氣更加重要 不擇手段 先騙你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很多醫療 尤其是去到醫療問題 很多時候 有種感覺 就是 不可能 不可能 那麼好的 如果是那麼好 醫學家應該會知道 好了 其實你曾經說過兩個例子 我都接觸過 包括那個儀器 我都去買過回來 我真的給別人介紹 我沒有所謂的 我看到很多東西 有可能有幫助 為什麼不試一下 那你發覺是怎樣 我的經驗 當然 他當時做過 是這樣的 其實是一種 軟紅外線 他有一支 光棒 塞住鼻孔 沒錯 你說 剛才你說 我們知道 我們身體血循環 大概每三分鐘走坏 你不能說 十幾分鐘之內 我們摘不到血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身體的血循環 大概三分鐘 一周 你做了之後 通常是這樣的 你去到之後 他就幫你做一個 拿個滴血 看那個Live Cell Live Cell 他看你的血 一般人 如果狀態有些不好 他的血是有點黏在一起的 有很多現象 有十幾幾種現象 其中很容易看到 你可能血球 就不太活躍 血球會慢慢吞吞 吞著的力量差 或者很多時候看到 那些紅血球是黏在一起的 反映你的血液 起碼血液裡面的養分 是不夠 可能有些降氧化劑 不夠 這方面的醫學 資料其實也很多 但一般的西醫 可能未接觸過 但這方面的資料 我有很多 其實我也上過這些 course 教育的人 都是自己本身是西醫 在外國裡很多 我們不可以說 這個方法是沒有價值的 好了 至於他說 可以幫你減低那個 膽固醇 是嗎 他這樣說 他強調這方面 我不知道他猜 有沒有做過這方面的資料 他可能有 他有沒有資料給你看過 他做過這方面的研究 或者一點都沒有 他會給我看一本書 但那本書裡面 根本都不是說這件事 是否做到 我們不知道 那你說有沒有可能 我又不能說 完全是沒有可能的 那賺最大的問題 膽固醇和我們身體的 所謂中風的機會 心臟的機會 其實幾十年來 都發現是一種錯誤的工具 錯誤的 它不是一個原空 不是一個原空 我趁這個機會 大家可以講 可以講多一點 因為很多人都是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麼人吃藥 吃那些所謂的 鋼膽固醇 有一個很大型的研究 他就25年 有幾萬的人 就一身吃乖乖地吃 吃到25年 發現他的膽固醇 是控制了 減低了 但他的死亡 就是他的命 是沒有長過的 一樣 他死的方法有少少不同 可能那個 中風機會少了少少 就是 他的意外死亡 自殺死亡高度 最終你一樣死 只不過那個死亡指 就寫的原因是不同的 其實我已經做過很多研究 這是一個很大型的25年 研究 有一個很嚴重的副作用 便秘 就是吃那些鋼膽 便秘不是一個最嚴重的副作用 對很多人 我看到病人 說我不吃 我才不出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一個副作用之一 其實最重要的是 因為在外國的很多數據發現 中風心臟病的人 很多是完全正常的 至少一半是正常的膽固醇 所以 根本在外國已經知道 問題不在那裏 原空不是那裏 膽固醇 例如 你在公路上有交通意外 你便看到有救傷車在現場 你會不會說這個救傷車 是導致交通意外 其實膽固醇的出現 主要原因就是 膽固醇其實是企圖 幫你維修那條道路 有其他的因素 導致血管有些破裂 或者發炎 其實最準確的指數 就是測試一個叫做Homocysteine 這種物質 Homocysteine 可以知道 你到底發炎的程度 以及所有C-reactive protein 這些類的 是顯示身體有沒有炎症 這種微量的炎症 長期的炎症 導致血管壁開始有破裂 膽固醇經過之後 發現有些裂痕 不如我去維修它 整順它 其實膽固醇 之所以發炎 在血管那裏 原因就是 它不是一個元兇 它只是企圖去幫忙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 那間公司 可能亦都錯了 方向錯了 我叫做Barking at the Long Tree 根本的膽固醇 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這樣說的時候 他們都是騙人 可能都不知 很科學性地騙人 騙了很多人 主流醫學都是這樣 很科學地說 都被證明了之後 對不起 另外一個看法 他說可以幫助你減膽固醇 另外一種看法 可以這樣看 它可以幫助你減膽固醇出現身體的地方 因為 它可能這個軟紅外線 令到你的血管發炎問題 控制了 如果你控制了之後 你膽固醇不需要在血管裡去維修 不會令到血管堵塞 其實我們不可以說 這種現狀是不可能的 其實有機會都可以做到的 其實背後 不是一個售貨人 在公展會跟你說幾句 就可以說他完全沒有什麼根據 好了 我也跟你提及 但他的手法令到我覺得是很大的懷疑 很高壓力 其實很多產品都是這樣 不斷幫你洗腦 很多電視廣告 很多其他廣告也是這樣 買汽車也是這樣 買香水也是這樣 數碼相機也是這樣 說到意大無敵 我覺得要公平一點看這個問題 好了 這部機其實我買過 我很好奇 有什麼好東西我都盡量去試試 結果我怎樣呢 我自己當然沒有好地說 去試試有沒有膽固醇的問題 因為他當時沒有這樣強調 但有一次我記得我兒子 是中語言痛 通常有時候他吃雪糕多 我記得有一次他去一個很高的地方 好像山頂 一個很高樓吃飯 在一個薯卷餐廳 香港都有 跟著他耳朵痛得呱呱叫 半天山腳去哭 結果我用了療劑去幫他 黑眼睡的時候 幾劑也無法治療 結果我就算了 拿紅外線塞在耳朵上 幾分鐘之後 他一點都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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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道理學 其實就是 浮海線燒鹽而已 沒錯 他不是說完全沒有這個 我真的實在的經驗 半天山腳 乖乖叫 睡不到覺 我都想睡都睡不到 結果我就知道了 因為其實我知道 如果遇到中語言 其中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除了 你可以切一片洋蔥 焗一焗 洋蔥塗進耳朵 洋蔥本身發出來 有些物質可以燒鹽 可以殺菌 但熱力其實是可以治療的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其實拿個燈膽 照著你的耳朵 其實都可以 你說當時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是很快 我塞進去 他就慢慢地 不哭 然後就慢慢睡了 睡了 那就是這些工具 光療這個工具 其實有很多很多資料 在外國有很多科學家 過去也曾經 是用研究不同光的方法 色光是幫助很多很多病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 這個完全沒有根據 可能這方面的資料 不是很足夠 第二 第一個 第一個 什麼問題 納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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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立刻幫你抗血壓 有試過嗎 當然不行 你沒有血壓過 你沒有 他說立刻可以說 我走的時間是高一點 馬上給他試過 降了兩度 降了兩度 其實在我們生活中 我們不斷接觸這些訊息 在真是假 我們都要處理 那處理手法 是不是 立法例 我相信 立法是沒有用的 你想想 剛才我講的 加州的個案 不是他一個人欺騙人 是他一個人欺騙人 抓到那個人之後 他也是坐十四年牢 你現在立法 像吸引控煙板 立法 吸引控煙板 打人 你要抓到一個人 現在才能抓到 很多時候 很多情況之下 那些人打完之後 走了 抓不到的時候 很多 沒有用的 我有這樣的看法 例如今次這宗 他們 有一班專業醫生 踢爆這些 然後就想在 不良醫藥 廣告條例 再附加一些 這些限制 他的限制就是 你不可以宣稱 或者你的療法 或者你的工具 有以上的列舉出來 所有的病症 什麼都不能說 他們認為這個方法 是解決的方法 我有這樣的看法 我覺得 不會解決到 你不讓人說 那就更加接收不到 那些資訊 你沒有得去比較的話 那就重二重招 你應該給多些人說 應該給多些 多些惡劣 優質的資訊 那就不斷流通 正如剛才George 你女兒 為什麼你會覺得 那些人 是在騙他錢 或者找他笨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 他會比較 他會比較過 我去日本 我去加拿大 來到香港 你是想找我笨 那我就 那我就 不會買 就是 如果有條法例 道道都是這樣的 他接收不到 那你都不懂 怎樣去分 那其實那個問題 是不是更嚴重了 令到那個問題 又可以學法 海關那個方法 派一些人出去 到處 綁舌 查一些人出來 就是 誰是那些 就把他expose出來 好了 我可以看看 這方面 你剛才說 控制那個廣告 其實在商品說明條例 是有的 就是 普通廣告 你如果是失實 就不讓你登 報紙其實知道 已經有了 已經 還需要立法 你失實 就不讓你登 不可以登 沒錯 那你控制的廣告 其實作用 真的不是很大 又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說失實 其實一定有辣醜 比如我說 我減肥 找個人來 我真的減肥了一個月 減了30磅 如果有人跟你賣亂廣告 你能夠說裏面有哪一樣東西 失實 沒有 事實 除非是假的 那是七年前的 他真的找個人 找了證人 做了這件事 賣一個廣告 其中沒有任何失實的東西 你就已經沒有挑戰 我不管你用 我不管你用商品說明條例好 或是特地立法 限制未用廣告 都沒有用 他當然會拿走 因為逢是廣告 你見他的字眼限了 你不可以說最厲害 他可能是最好的 他用這些字眼 他都用不到你 就是說 你純粹是靠法例 未必可以解決 法例現在也是有的 有法例就一定有灰色地帶 他一定可以遷就那些法例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看 現時的法例 其實已經很仔細 很嚴謹 香港法例231章 不良於廣告條例裡面 副表1 有講很多 他說我們會禁止或限制 發佈廣告 涉及的疾病 或者病理的情況 包括第一 任何良性或惡性的瘤 第二 任何病毒細菌 真菌 或者其傳染性的疾病 包括肺結合 理疾 肝炎 麻風 第三 任何寄生蟲的疾病 第四 任何性病 霉毒 臨病 這方面的生殖器官的發炎 陰道炎 尿道炎 之類 抗致病 那些病 第五 任何呼吸系統的問題 包括 烤喘 肢氣管 炎 肺炎 任何心臟或心血管系統的疾病 包括 風濕性的心臟病 動物眼化 冠狀動物病 心律失常 高血壓 腦血管病 腦血管病 先天性心臟病 血泉形成 抹消動物病 水腫 視網網血管變化 抹消靜物病 第七 任何腸胃病 包括膽石 肝硬化 胃腸出血 吐血 吐血 Hernia 那類 痔瘡 第八 任何神經系統的疾病 包括 羊簡症 精神療亂 精神發育 痴患 或者癱瘡 第九 任何悲療系統 生殖器官的疾病 包括 腎石 腎炎 膀胱炎 任何前列腺病 包徑炎 第十 任何血液 或者 淋巴血管疾病 包括 貧血 頸腺出血病症 白血球病 或者其他 淋巴真身的疾病 第十一 任何 肌肉與骨落的疾病 包括 風濕病 關節炎 坐骨神經痛 第十二 任何內分泌的疾病 包括糖尿病 甲藏腺毒症 甲藏腺 腫腫腫 或者其他系列 活動過多 或者過少 有關任何器官 或者機能性的病理情況 第十三 任何影響視力 聽覺 或者平衡器官的病理情況 第十四 任何皮膚 頭髮 和頭皮的疾病 這是附件一 再聽附表二 任何宣傳的東西 包括通經 治療閉經 慈經 任何其他苦科的疾病 第二 真身性能力 性慾 或者生殖能力 或者恢復失去的青春 第三 矯正 企形 或者外科整容手術 這些是全部都不可以做的 好了 最近已經 什麼都不可以說 什麼都不可以說 宣傳發佈 好了 即是 待會我們休息片刻之後 我們可以 回來再看看 其實那條例不是沒有 是很多的了 是多到驚人的了 效果如何呢 好了 休息幾分鐘之後 我們再繼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大自然裏面 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了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好了 我們回來繼續討論 今天的節目 我們是講 關於美容廣告 所謂失實的美容廣告 我們是否應該再加深 我們規管的過程呢 我剛才都 節目 休息之前 我都讀了出來 香港的所謂 不良醫學廣告條例 其實可以這麼說 是非常非常之嚴厲的了 因為基本上 你是不能夠作這方面的廣告 但問題很有趣 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晰 他不是說 如果你一般你看看 不良醫學廣告條例 一般人的想法就是 你不可以做一些失實的廣告 但其實那條條例 是完全沒有說是否失實 總之你就不准說 我相信 立這條例的原意 一定有很大的出入 我不知道當時 我立法國議員 為什麼會立這條條例 和本來的原意 其實都不拉架 不良醫學廣告條例 應該是說一些失實 或者沒有證據 沒有任何證據 是正確的廣告 但這條例不是這個意思 你規管那些失實 但原來不是的 這條例沒有說是否失實 即是說 就算你完全證實了 你那種產品 你那種服務 是可以處理 其實他所說的問題 我相反一本醫學書 裡面的教科書裡面 百分之九十五的問題 其實這裡已經說了 即是說 他不是說你沒有證據有效的東西 即是沒有任何科學根據的東西 甚至乎你已經證實有效的方法 你都不可以說 大家要小心點去分析一下 這條例的原意 做出來的東西 和我們的原意 一定是有很大的出入 我相信我們 世界上有的是真的東西 有些有效的工具 為何有效的東西 可以幫助我們人類健康上的問題 為何不可以說呢 大家有沒有去想過 我都很懷疑當時立法會議員 為何當時他有沒有想清楚 其實我們很多的法例 表面是以為做那件事 經常想著為了消費者著想 保護消費者 但其實做出來的效果 是完全不相反的 即是等於我們先前 談過一些公平競爭法 想著公平競爭 誰知不是 他想著保護消費者 讓他在醫療選擇方面 不要那麼容易被人騙 但其實在醫療消費者的選擇裏面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多些資訊 有些方法是真真正正有效的 即是你那條條例 令到所有事情是不可以說 又不可以發佈的 那市民如何判斷 對還是不對 所以這條條例的正確名字 應該是禁止醫療資訊條例 整個條例的內容 名字應該是禁止醫療資訊條例 正確是反映這條條例做什麼 醫生我有個疑問 你記不記得一個節目 什麼尋找隱世衣術 做了十幾集很好的 很多人 為什麼政府不禁止了他 禁止了嗎 這個節目為什麼不禁止了他 就是這麼一刻 是嗎 尋找隱世衣術 他介紹很多的醫療方法 那些是什麼 有些是牽涉到國家 這樣就不敢動 那應該是香港的西衣術 才會吵 你弄完這些東西 你弄完這些古古怪怪的東西 那些江湖術士那些東西 你和他做個特輯 但他有些是國家級的 每人都拍照片 我幾集都看過 其中他有一個介紹 在中國是有一位醫生 他是一個正式的西衣 他可能是某些醫學部門的主任醫生 他有一種儀器 就是幫你處理腎石的問題 腎病的問題 那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儀器 是可以幫助這些問題 是很好的 那所以我覺得 大家應該去深入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香港的很多條例 我們香港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就逢某些什麼事 政府都是想著 我們的市民是很無知的 我們就要保護他們 於是乎 那法例是一條一條的出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樣的 我的立法局議員 他的名字叫做立法 他們的工作感覺上 我是工作要立法的 如果我不立法 我就沒有工作過 這個問題就是這裡 其實很多我們香港的問題 其實不是因為法律不夠 其實可能很多是不好的法律存在 所以香港立法局議員 應該是怎樣呢 除了立法之外 他應該去想一下 有什麼不好的法例 應該去消除或者修訂 你看一下 我們香港的整體思路 我的思想都不是這樣想的 總之我們這些人是無知的 我們就要保護他的 那我怎樣保護他呢 就用不斷的法例去立 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法例的 剛才黃沃義也提出 關於那個商品說明條例 有話都說明的 這些東西是失實的東西 是沒有任何證據的東西 這些講過 其實已經犯了這個條例 其實我相信任何的文明國家 包括香港在內 一定有這些條例 如果你是做一些事 是意外或者傷害到別人的時候 其實一定有法例 是處理這些問題的 我覺得應該由所有國家 一定有這些問題的 政府你想做事的話 隨時有很多條例 支持他做事 目前有足夠的條例 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像騙祖國同胞那些 你就算說沒有條例 我天天派對人來 根據什麼什麼條例 進來去調查你 那你都夠來玩 實有法例 實有的 詐騙就是了 你去查不查 所以你又無情情 那些所謂專業醫生 又要求 要求再多些例 那是否真的解決 是否貫徹到我們香港出路所說 即是解決問題的 那個concept 是不是 我剛才說 你說那些 遊客騙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詐騙 你找一個人放射 見他兩下換了個隔目表 這樣便可以拘捕別人 那便可以拘捕別人 那便可以拘捕別人 你就是有心詐騙 你跟不同人收不同的錢 就是騙那個人 見那個人蠢 就騙他 那便可以騙人 騙人便可以拘捕 其實法例是有的 其實有很多的 香港法例 有時候就是 你可以研究一下 有些立法 但是你說做了一件事 就不需要再立法 有什麼包不了 我們看到 前幾段時間 不是很久之前 香港醫學界 就認為 我們不良醫學廣告條例 還不夠 要加多六七項 包括排毒 排毒都不可以講 收身 那些都不可以 你可看到 其實他背後的用心在哪裏 不可以說 有個西醫 有個西醫主持就行了 可以可以 其實我們看到 他們民主黨 接收到的十三宗美容服務的投訴 其實投訴的內容 可以這樣說 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都是課不對辦 你預期的事情是做不到的 好了 我經常都想想 香港很多人去看醫生 入醫院 做很多手術 那是否個個都是圓滿地 得到他的健康出回來 不是的 要你簽箱子 這些不負責 那些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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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服務不足 貨不對辦 投訴 我們會不會可以用在醫療界 公平一點想想 我們要看醫生 我們要看醫生 這件事我有些事件 就是職業道德 我發覺 你想什麼法例 都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社會有一個道德的標準 你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醫生的道德是很高的 應該是很高的 很高的 但又好像很兒戲 賣幾十次解藥 都是停牌半年 我看到 剩放毒 剩放 都是幾個月 停了幾個月 他繼續行醫 這樣才恐怖 所以我們問題的重心 醫德就不能控制到 唯有多些法例去控制 這個我覺得是本末倒截 如果我們真正想解決問題 就好像 提升醫學的道德 教育 我也覺得還不可以 我覺得始終都是要那個人 光顧他那個人的教育 他懂得分 他懂得分才行 等於你 等於騙不到我們 如果我們去買東西 你騙不到我 你怎樣生氣 你怎樣生氣 等於很多保險 經常跟我銷售一些醫療保險 我是不讓他收線的 我說你不要收線 你不要收線 你銷售我 我好想買 你只是 但你為什麼只是補一樣 我經常想看 脊骨神經科 你為什麼不補的 你們 你不要收線 你不要收線 你有個內地顯示 你們這樣這麼不負責 你銷售我 你當然是遇到不同的客人 最好那個客人 九不搭八 把錢放在那裡 是呀 是呀 你拿去 這樣嗎 所以 你女兒 你女兒 遇上那些 容許我講 香港的銷售質素 真的很低 如果我們做銷售 你女兒就賣了 她又不霸妝 又不懂英文 又不懂英文 又說 我不是歧視祖國的同胞 但大多數都是 教育程度比較低 又去銷售你女兒 其實她也有些劣 如果你的女兒講英文 但她也要硬來 那就被你女兒看穿了 很簡單 還有我覺得 一貫來說 中國人的教育有方法 就是過分保護 那樣子又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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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不讓她試一下 好了 因為剛才你說的 其實我們那個 解決方向 其實在報章裏面 所報導的子女行間 其實我們應該很快可以看到 問題在哪裡 其中有一個 另外一個大學生 零四年的時候 參加了一個增高的療程 那她相信別人說 這個不是普通人 這是一個大學生 OK 那她會相信別人的廣告 可以幫你用電擊的方法 幫你把體高增加四五吋 OK 那你說 那問題在哪裡 問題她沒理由相信 沒錯 我們經常說來講去 要解決問題的方法 不是說拿些例子去保護那些人 因為那些人蠢 那些人蠢 那些人蠢 你要怎樣 你要教育他們 其實這麼多這樣的事故 是反映什麼 問題背後的哪裡 是香港教育失敗 那些人會這樣 這樣都會相信 這是一個大學生 基本上很明顯 她整個通識教育裡面 都沒有提下 我們基本的一般人的衛生常識 是不是 當這個大學生二十多歲的時候 你還有沒有可能會增高呢 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一種特別的病 一些這樣的K型的病 Apomegalia 這些類的病 或者Marvin syndrome 這些都會繼續來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 香港人應該可以了解到 根本整個問題的背後 要解決方法 不是再進入這些無謂的法例 這法例已經多得離譜 這法例永遠是被這些所謂的專業人士 是利用來保護自己行業的利益 根本這些不良醫療 講的條例 所說的不是說不良 不是說假的 他說你不准說 有哪些人會令到你 香港人的醫療訊息 越少 對他越好 越少就越蠢 越沒有機會接觸到新的事物 那你就越是無知 那越無知 那誰可以騙你 醫生可以繼續騙你 那你會想一下 為何推動這些法例 背後是甚麼人 是醫學界的人 是西醫界醫生要做的 還好笑 你看看報紙裡面所說 其實很多資料都看到了 他說 我們法例 做美容界 做廣告 不要緊 做甚麼都不要緊 總之不可以跟人體身理有關 跟健康有關 你就不可以 言下之意 其他地方騙人是無所謂的 總之你就不要在健康、衛生、生理方面欺騙 因為這個人不要踩到我的飯 其實香港人 你看看報紙所說的 其實你已經看到了 為何他騙其他人 不關你的事 民主黨不在乎 你騙你 跟醫療有關 你就不可以騙 那你到底是為甚麼 你到底目的是甚麼 其實你到底目的是 保護你香港西醫的飯碗 讓不會有那麼多競爭 說得好聽一點 因為那些欺騙會損害到身體 那些欺騙會損害到荷包 說得好聽 再說得不好聽一點 其實是反過來 是損害到醫學界的荷包 那就出聲 他很清晰地說明 總之 我們的法例 要注顧那些人 跟身體健康有關 你就不可以做這樣的廣告 其他騙人都無所謂 大家想想 我市面有這麼多廣告 某某某明星用了這些 某種的護膚品 皮膚膨膨膨膨膨 漂亮 頭髮全都長黑 或者穿某雙鞋 成為一個籃球的高手 其實這些廣告的可信程度有多少 有多少是真實的 沒有人發聲 醫學界從來不發聲 這些很明顯的 是失實的廣告 為何從來沒有人發聲 反而一說出來 是跟醫學有關 跟健康有關 他們會大聲吵 我們整條法例 這條不良醫學講的條例 是全世界 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今時今日 香港人對健康的訊息 那麼弱 健康情況那麼差 其實背後的懸空 就是這些 不良醫學講的條例 條例應該是改正它 沒有證實的 沒有任何資料證實的 沒有任何歷史背景之下 採用的這些方法 是禁止的 不是說什麼都禁止 包括證實了 科學證實了的東西 你都不可以說 這就是香港現在的條例的問題 香港法律是有問題 不是說不足夠 是很多荒謬錯誤的法例 是搞得香港越來越多 所以這些條例 這些醫學上的條例 你應用在政治 就會有很多人發聲 即是等於其他政黨 即是我共產黨說的 其他政黨不可以說 那你的人會發聲 會上街的 像立條23條一樣 損害到自己權益 會上街的 但這些損害到自己權益 又不上街的 因為改名字好聽 因為大部分人 始終到頭來又是一個問題 是香港教育問題 香港教育問題 不良知有廣告條例 對的 他不能夠分析 香港教育其實 其中一個 我覺得教育最重要 就是你有獨立的思想 能夠有一個critical analysis 可以很仔細分析到問題 香港教育很明顯 在這方面 是失敗到一敗屠堤 教育都是這樣的 他們不懂得想法 即是說 簡單來說 法例 有不同程度 不同的應用 有些法例 是整理性 要全面性 例如美國 有些是Federal Law 即是聯邦法例 有些是每一個州的法例 但有些法例 其實有些問題 我們不可以用法例去改 就是人的行為 即是人的蠢 人的被人欺騙 我們怎樣可以用法例去預防 立刻想真點 即是定法的人 香港立法國那麼多人 香港你看過去很多很多這些法例出現了 當時很明顯 我們根本能夠做到什麼 法例的真體 成立了什麼法例 不要說香港一般人 香港立法國很多人 都自己都猛查查 會有這些法例出現了 都整個都看不到的問題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有可行的方法 就是我們坊間 能夠有些民間的團體 可以很有組織地 有系統去揭發這些 可以騙人的行動 無論什麼 總之我可以有系統 一度一度去 將他在網上 在公眾發表 即是他怎樣怎樣騙人 這些其實很多雜誌都在做了 但他們就是掛份圈現了 能夠有一個比較有良心的組織 其實有的了 我其實很少看電視的 我剛剛前天 我就拿到電視 我第一次看到的 原來香港的警訊 就說一個是說 整個做話劇 做個戲劇做出來的 是說一個中金的公司 所謂那些陳壓式公司 其實原來已經是不合法的了 整個片集就解釋 那些人怎樣被騙 其實這些節目其實是可以做的 長年長月有 在警訊很多 一向都有的 這個正路的方向就是什麼 是多一些教育 那為什麼偏偏在健康方面沒有呢 你剛才所說的這些 外面的傳媒 說健康 通常都是不知所謂的 又是走錯路的 又是嘩中取寵的 不如不要立法把那些錢 撥在那些節目 其實你剛才說的這件事 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那些人說粗口 譚香文叫他立法不讓人說錯誤 為什麼你不教育些人 要立法不讓人說錯誤 是不是叫很好笑的事 真是很好笑的 不行 這麼多人說錯誤 在旁邊吵著我 反反禁了他 黃興 兩次合併想著要坐牢 坐半年了 大佬 在地面搞你講錯誤最高 你說那些人那麼容易被騙 那你真的要解決他們 為何那麼容易被騙 這才是問題 沒錯 不是說再去禁他 你保護得多少 總有罵走 老實說賺食那麼緊要 那些人一定想到一些辦法 做一些說話出來 那你就又中招 揭發 揭發完他又中招 有什麼容易 每天揭發 每天都中招 現在是一個愚美的社會 揭發也是一種教育 也是 也是 他通常教育你 在這種情況下 人家怎麼抵抗你 其實這個節目 可能都重複過了 我記得我不是第一次拿到的 我也見過 其實這個是正路 正路 是很有趣的 在其他地方 其實正在做這件事 但偏偏在醫療 健康方面 他就不走這條路 他就用這些 北洋醫療港澳條例 用這種手法去處理 是吧 那就是說 人蠢 人無知 是不是可以用法律去改他呢 就是這麼簡單的 香港有這樣的 所謂通識教育 在那個強迫性的教育 教出來的大學生 都會竟然這些 基本的常識都可以 算了 Dr.你猜 講得白點 你猜真是為香港市民好嗎 也是錢 錢排頭 香港美容業 一年的生業業有多少 Dr. 總之美容是全世界最大的事業 那就是 那些不說 這些不說 就只是這份說 多少 多少西衣 現在做的美容 那些 做的整容 那些 挺好生意的 你們那些 其他的美容店 化妝 那些 又做了 抗他 抗他 即是 一講到錢 就 沒辦法商量 那 那 那 所以做了這麼多這些動作 別的騙人 不要說 我不知道 總之 不關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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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緊要這份 最緊要和美容有關的 你們這些都看到 講道德 醫生道德很高嗎 是啊 講到錢 他們買他怕 美容界很買他怕 我經常講 我們很強調 有機會大家想 我們網站的 BetterHongKong.com 我們可以看到 我很強調 其實社會上 很多的問題 其實都是我們 所謂的專家 搞出來的 OK 我們經常買他怕 你看美容界 過去的處理 這個問題的手法 總之 我們分開 這個是美容儀器 這個是醫療儀器 總之我們分開 這件事 就可以了 你醫學界對香港人 做什麼都不關他事 那其實 我曾經說過 我應該是他講的 他說 很多問題的解決方法 是應該用另一個層面去解決的 如果我一個同一個層面去對付 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問題就是 要深入一點去看 在另一個層面 我們會看到問題的根源 這個是我們香港出路 這個節目 和我們香港近老大行動 一直以來 我們成立了三年左右 我經常都說 其實很多時候的問題 不應該那麼複雜 複雜的原因 我們根本都不了解問題的根源 你看我剛才說的問題 這麼多月來 這麼多年來 經常都說 不斷地說 但問題是不斷地出現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根本都不了解問題的根源 在哪裡 問題的重心在哪裡 我們經常以來這些所謂的專家 經常買他怕 香港醫療界 可以說是還行百度 但每個美容界看到他們 都高高在上 暗春 暗春 這個就是看看 香港美容市 如果不再不去醒覺 很快就像外國那樣 你有機會去外國看看 有機會去外國看看 外國的美容市 和香港離比 簡直是 外國美容市 完全是死固固的 因為很多這些條例 是很快會出現的 但香港美容界 現在仍然是猛成成 總之是搞定自己那一飯 那就算了 香港發生什麼事 他以為這樣可以解決到 其實我告訴你 是慢慢一步步 可以看到那個後果 即是香港美容界 都是活該死的 真的 容許我講 絕對活該死 是嗎 是嗎 你自己不走出來 算了 不要那麼偉大 為香港市民 不要那麼偉大 你為自己行業 好了吧 想新一點 是嗎 其實講來講去 因為我們今晚講這些 講來講去 得出的結論 我自己覺得得出的結論 原來都是錢作怪 那群人出來講的病例 其實是一個數字 沒有意思的 那群人 完全沒有意思的 你醫死也好 你弄到單眼皮 十條眼皮 弄到歪了 這個沒有意思的 只是一個工具 兩個行業在欠利益 講完 你欠利益也算了 不要緊 你不要打正其號 為香港市民 兩個行業都是不道德 一講就是慶 有時候這些 你會看到的 兩個行業都不是為香港市民 我有當時時間講講 溫哥華 我也講過一次 當你立了很多法例 都是沒用的 如果你沒有人理會的時候 好像以前 中醫未能合法的時候 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 中醫去到哪一處 不能夠醫什麼 不能夠醫什麼 每個人都知道 有什麼心股吸收 感冒 找杜醫生 但有了立法之後 中醫合法之後 和著亂飛 用中文寫的廣告 寫到天花亂序 那些西人 他們不理你 那麼多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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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你們自己騙自己 他們不理你 那麼多 你投訴的時候 他們都不理你 那麼多 反而整個 中醫中藥界的行業 反而沒有了以前的那種誠信 以前是很有誠信的 匯生 我這個行不行 不行 你會找西醫 你要吃西藥才行 以前是有這樣的誠信的 而不是 你生癌症 你來吧 我開些藥給你吃 就行了 你生癌症 我用一些器官來幫你 弄掉它 就行了 那麼騙了人家幾萬元 那又是桃枝腰的 沒什麼的 他騙完這個浮之後 他又可以騙別的浮 過了幾年之後 又回來又騙過這個浮 搞到是 反而以前那種沒有 朝禮 但是每個人心目中 夜夜心中有數 那種風氣又沒有了 沒有了誠信 那你說 可不可以回復以前 這樣大家是說 誠信的 真真正正是 賺到一些錢 這些錢是 對得自己良心的 我就覺得是很響往 就是以前那樣的生活 就是現在你 立這麼多法例 反而沒有了誠信 沒有了道德 有什麼用呢 我希望大家 認真認真地 考慮這個問題 Doctor 我們這個節目 是否經常有一句話說 你經常引述的 蕭伯立說什麼 所有專業人士 都是陰謀對付群眾 答了 答了 其實哪一個專業 譬如律師也好 匯計師也好 醫生也好 你去考試的時候 招生的時候 他有什麼方法 你都看你的道德觀多少 我讀過四科的醫療 我記得 我沒有一次 他會問我 來考慮我 我道德的水平是多少 你說這個 其實有什麼意思呢 每個人都可以這樣說 道德好些 你看回那個 Hippocrates Oath 畢業過 都要宣讀一次 但是人的行為 人的人性 我上次和你談談的時候 對於人性是善是惡 我說你不知道 如果不要緊 其實我是一個中性 其實我們很多社會的問題 當然 人的道德行為是很重要的 但是很明顯 在一個這麼複雜的社會裡面 我們需要一些正確的方向 正確的機制 令到我們人的好 那方面能夠發揮出來 好像曾經阿甘說 現在人們為什麼 經常為錢 為錢 為何呢 因為很多人覺得賺錢很困難 很多人覺得生活很困難 要賺錢是很辛苦的 為何我們要變成這樣 我們的社會資源這麼多 我們的地球資源這麼多 為何我們很多人 覺得要不責手段賺錢 所以問題 其實背後有很多 基本結構上的原因 如果這個結構是改不了 我們根本是靠人的誠信 道德 是不足夠的 因為今時今日 你看到 人都會說 但是做出來的結果 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OK 好了 我們的鑑醫時間關係 將來我們有很多機會 我相信這個問題 在香港來講 有一天我們未曾了解問題的根源 去看表面盲地討論 其實這些問題 會重複地出現 OK 好